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美国一向对华态度非常的强硬 可是大陆方面现在 是不是也出手了呢 戴琪的做法坦白说 我是有点不解了 戴琪从上台以来到现在 也两年了嘛 狠话讲很多 但是好像大陆都不理会他 那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跟他打了一两通电话 就接他一下电话 但接完电话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戴琪两年多以来 对中国大陆什么都推不动 什么也都做不出来 但是不停地在讲狠话说 他的工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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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三遍 因为我很想知道 戴琪有多少工具 可是我都看不到有任何工具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讲钢铁业这点 我就百事不得其极了 所以我才会说 我不理解戴琪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呢 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钢铁 只有排名第七 比我们台湾还少 第七又是第八 就还落在我们台湾后面 而当时特朗普 就川普 他发动的贸易战 最早的时候就是钢铁 而钢铁他当时 那么要处理的 并不是中国大陆问题 他虽然把中国大陆拉起来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大陆的钢铁 卖到美国的比重并不大 俄罗斯都还在台湾的前面 台湾都还在大陆的前面 那就更不用讲欧洲了 所以当时跳脚的是欧洲 韩国 日本 然后台湾 然后中国大陆觉得 我卖到你那边的不多 你怎么会打这个钢铁业呢 所以现在戴琪又在讲钢铁 我们坦白说是不太懂 但是当你好了 你今天要对钢铁下手 那我马上就告诉你 你的牛肉不用来了 牛肉刚好从低潮 也就是贸易战 拜登上来的低潮 然后拉到有点高了 就是你刚刚讲的涨了四倍了 现在又给你停掉了 那对于美国的这个 以目前来讲经济并不好 然后养牛的这些来讲 正开始要卖了又停了 那这个会不会痛 当然会痛啊 对美国的这些农产品的业者来说 会痛啊 而且这些是不是很多都是支持民主党 对啊 他们是农业大县 那这样的情形下 而且选举马上要到了 那你地方一眼要不要跳脚 就是我地方我要选参议员 众议员的 那我如果要改选的选区 我要不要跳脚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天然气跟石油在这段时间 大量的从俄罗斯进口 尤其是便宜嘛 那就不从美国这边进口 那美国交给中国大陆的 大量的减少 那你地方的这些 石油天然气的产业的 这些业者 他当然会跳脚 而他所支持的这些中议员 参议员当然会跳脚嘛 他们就有压力啦 对有压力 所以我倒觉得贸易战 真的应该停了 美国如果一直要打贸易战 尤其戴琪这种鹰派的 因为他不得不鹰派了 因为他是华人嘛 你华人你在美国 你为了要取得美国的白人 社会对你的认可 那你当然要比白人还要更阴嘛 你如果比白人 就好像台湾有一些外省人 跑去民进党的 他要比民进党本省的 还更仇中反中嘛 因为他不然的话 他怎么取得这个 在这个党内取得信任 对啊怎么取得 民进党党内本省人的信任 你是说王八千吗 租藩不及备展 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 戴琪一个华人来说的话 他必须要向美国白人社会 表达他的忠诚 那他一定要比一般人 还要更阴派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有没有招数 我觉得话很多 然后很话很多 但是我目前来讲 真的看不出有什么招数 好不过韩冰 我们看到在芯片反应之后 其实美国对于中方呢 好像试图要卡脖子 用尽各种的方法了 那不仅仅是在 刚才我们看到说 动不动就讲一下 这个关税要不要调啊 再来还有就是芯片 说中美竞争导致 投资半导体减少 其实韩国在上半年 对华设备出口有大幅度的减少 有超过五成之多 那么韩国当然也有公布 他的这个数据 是的确有超过了五成 这是什么 韩国现在是要分散风险了吗 很怕被波及了吗 因为都知道美国要出招 那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半导体业 另外还有就是 培洛西说众议院要通过 这个降低通膨法案 那么降低通膨法案里面有要 卡死中国跟韩国的电动车电池吗 因为他们两国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 那但是他现在就有条件了 比方说你要有很大的比例 电池生产组装 是在北美地区完成的 否则你就没办法拿到补贴 那换言之呢 那这样如此一来的话 不但是要试图给韩国压力 给中国也要有压力 那这个都是美国接下来 要针对这个围堵中国 所做的最新的一种方式是吗 其实美国这个策略 不单只是围堵中国而已 它是要把过去 它没有的这些产业重新再拉回来 要重新在美国生根 那这是一个非常长远非常大的一个计划 而且看起来要达成还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看光是一个电池这个东西 美国过去这个产业几乎是零 然后你现在要把这些 本来是在中国大陆在韩国 在台湾这些产业全部拉回来 你美国要重新把一个产业 重新再建立起来 这是多困难的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你美国当初为什么没有这些产业 就是因为你的成本比较高很多嘛 那你现在把它全部都拉回来 那你后来你卖出来这样的东西 我看起来除非你用各种 各种关税或其他策略的保护 只能够在你美国国内卖 你要在世界上是跟人家没有竞争力的嘛 因为各种贵 对啊你太贵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不是有点 完全搞不清楚 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你这样子 好你巩固了美国有这些产业是没错 但是你贵成这个样子 请问一下你的产业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那韩国为什么对中国大陆 他这晶片输出的贸易额大减 其实当然有疫情的关系 有其他一些相关背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中低阶的晶片 他自己生产能力本身就很强 对 他现在需要是高阶先进制成的这些晶片 他没有 那所以现在韩国自己也在积极要转型嘛 那当然他也要分散他的市场风险 特别是这个chip phone 可能马上他被逼要 要去承诺了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都在改变布局的时候 老实讲我觉得美国的布局 是让我觉得最奇怪 你把这些你根本不擅长的东西 而且当初你不生产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适合在你那边生产的东西 你一个一个都要拿回来 拿回来好你有这个东西 可是那又怎样 你完全没有 你这个产业没有办法在你这边生根嘛 那一个没有办法生根产业 你硬要把它移植到这个地方 就好像那个鳗鱼 你非要 它不是人能够养的 你非要把它硬来抓来养 那它最后就死给你看嘛 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嘛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是要去想清楚 你硬摘的果子啊 绝对不会是甜的 好来那可是呢 那现在澳洲 澳洲呢现在也在紧盯着什么 我们的台海的情势嘛 你看澳洲战略的防卫专家说 他们要启动国防战略检讨 是为了要嚇阻中国军事冒进主义 台湾将是重点的议题 而且还深深过去的国防白辟书的方向 是有所不同的 主要的差异 说这个国防战略检讨计划是 因应当前澳洲和区域安全的迫切需要 而所提出 可是呢那你看澳洲现在紧盯着 但是这两国中澳之间的关系 真的能够有所改善吗 正常化吗 大陆的驻澳大使孝谦讲话了 他说中澳关系得先修复 尽管部长之间有联系 两国还没有来到讨论 怎么解决政治跟贸易争议的阶段 这只是好的开始 还必须付出更多的行动 所以这简单来讲就是 你现在要跟我谈生意 你先让这个中澳关系 先修复再说吧 大使 因为我想大陆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回不到从前 因为现在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 澳洲 纽西兰 日本 韩国 在背后美国人在他们身上 那个锁链越拉越紧 他们再怎么样也熬不过美国的意思 所以现在是给他们 大陆是给他撕一点压力 让他一点压力 然后让他在这个问题上 不要看到看不到重点 重点大陆在乎的是那个政治问题 所以这是谈判的技巧 再慢慢再一点一点的磨 不过大陆不是进了美国的这个牛肉吗 如果进牛肉那就让澳洲牛肉进去 很简单 反正这一个部分本来就是吃进口牛肉 就跟当时把澳洲的红酒把它进了 就让美国的红酒进来 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都是很简单做到的 对大陆来讲本来就很简单做到 那只是说现在就是说 如果跟澳洲在谈判的话 我想不会让澳洲就觉得太简单 因为他也要给澳洲压力 因为澳洲后面也有压力 所以没有压力的话 事实上的话澳洲还是听美国的 所以他拿实际的这些利益 来让澳洲在跟美国在背后谈判的时候 他也有一些压力 要不然他对美国就言听计从 不敢反抗 所以这个都是在较劲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增强 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据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到后来